创意比财近在运通 欢迎准备收看稳超胜券节目 近期而言的话 这个大盘都是属于一个上下震荡整理 在这个时候的话 投资人你必须要拿出你的耐心 因为在股票市场里面操作 除了看到所谓的趋势转折往上以外 还有所谓的横盘整理 这个时候的话 麻烦各位要调整手中的股票 甚至要做到太多流强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今天目前为止 这个大盘的一个走势 那今天早上开出来的盘 它叫做两点高盘 那两点高盘这个所谓的下跌之后 在这个地方 它有拉到所谓的平盘以上 所以说在尾盘的部分的话 它应该会想守在所谓的9300点附近 那两点高盘开出来的话 一般我们的解读是偏向多方 但是老师必须要请你留意 目前为止在这个地方 均线的话目前为止 刚刚去触碰到短线上面的5日均线 但是在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整理的一个态势 也就是说整理的态势如何来判断 你可以从所谓的阴阳K线来看 一根红的一根黑的 一根红的一根黑的 那明天可能是红的 一红一黑 这个叫做反复的来做出一个整理 就像之前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平盘整理一样 那平盘整理的时间在这个地方 整理的时间非常长 但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所谓三高盘 那看到三高盘这个趋势确认了嘛 那在这个地方老师也跟你讲了 这个高档修正到这个地方的最低点 修正了818点 那你之前看节目的话 老师一定有跟你讲 看到所谓的3D盘 这个所谓的转折讯号出现以后 三日内容易见到此波的低点 严老师的看法没有改变 那既然看到了这波的低点 我们只会做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利用大盘 下沙了818点的同时 有些股价 已经来到了所谓的底部的 优良的一个进场点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会带领我们的会员 来做出个进场布局的动作 那投资人目前为止 不认为这个大盘会涨 但是你可以慢慢的在节目里面 一天一天的跟我们来做出个验证 那这张图卡 来请注意 这张图卡就代表说 我们在6月份的动作 也就是说 你如果懂得开盘八法的话 你在6月2号 你可以看到一个3D盘 但是它是收黑K的 这个盘叫做3D 3D盘嘛 也是一个加工盘 你看到这个讯号的同时 我相信一个有经验的分析师的话 应该会在隔天 将手中的股票先行的来做出个清仓的动作嘛 所以说我们在6月3号 一共卖出了7档股票 称为一清专案 这个一清专案的话 我相信你如果说是老师会员 应该有参与到 那这样的股票在6月3号 在击杀以前 我们先行做到一个出场的动作 好 那我们持续的看到6月8号 从6月3号到6月8号 这个地方你不会受伤嘛 但是有些股价 已经来到所谓的低档区的时候 你又看到了6月8号的3D盘 3D盘开出来是最黑暗的 也就是说恐慌性的沙盘 融资大减应该都在 所谓的3D盘的一个附近 你看到这个讯号 有两种解读 那投资人的解读是非常的恐慌 因为当天大跌 那融资在盘后教育出来了 他融资是大减的 代表很多的人 他也许在高档区 非常的乐观 积极的买进 那可是等到这个大盘 修正到所谓的9191点的时候 哇 那他非常的恐惧 这个就形成了一个追高 然后杀低 这个就是所谓散户的一个宿命 那你目前为止来到这个点 赢家 后面可以赚到钱的人 应该剩不到10% 为什么 因为你们常常受到市场氛围的一个影响 如果说你上过老师开盘八法 均线三绝的话 你应该会认为这个地方是买点 而不是一个卖点 老师今天跟你讲的话 我们日后都可以来验证 那同样的你看到的3D盘 但是在之前 10月16号 去年的10月16号 在这个地方也看到一个3D盘 看到3D之后 从这边高档修正是1000点 修正结束 后面怎么样 有个大波段的行情 那我们就用这两个3D盘 来跟各位验证 那这个3D盘的一个资料 老师有把它拿出来 放大给你看 来导播拉近一下 这个3D盘开出来的话 你看下影线的部分 是大于实体的部分 至少超过三倍 每一次开出来的3D盘 它的形态 K线形态应该 这个差异性不大 那隔天也是一个中长黑 跟你现在看到的盘是几乎是一样 这个叫做10月16号 整理结束 你看从3D盘开出来 到整理结束 2 4 6 7 接近7个交易日 直到10月27号 这个大盘开出来的盘 它叫三高盘 三高盘 你只要看到三高盘的话 站上趋势 后面就会形成一个大涨的格局 那老师在节目里面 常常说3D跟三高 按照开盘八法而言的话 就是个关键性的转折 那你之前在这个地方 看到一个3D盘 如果说你按照我们开盘八法 你事先去做出个布局的动作 那开出三高盘就知道趋势 已经开始往上走 那后面的一个趋势满足点 这个波幅的话 从低档区开始算 到所谓的波段的一个满足点 这个地方 价差接近500点 这个就是说你一定要学会 我们的开盘八法 知道大盘的一个走势 知道一个关键性的买点 这个时候你想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 那老师认为这个所谓的不是一些很困难的事情 那在这边跟各位验证几档股票 先验证这档股票 在昨天 在昨天盘是大涨 那这档股票一样 它是来到一个涨停板 如果说你早上有布局的话 拉到涨停板 我认为你应该是赚钱的 但是一档股票 你要记得 它要有延续性 不是说今天涨停板 隔天又跌了 那这样子就不具有所谓的延续性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昨天涨停板 今天持续大涨 那这档股票今天 有没有持续大涨 我相信是有的 因为你们都知道 严老师 每一集会员的话 就只有三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是普通会员002的 我相信你拿着这个所谓的代码检验码 你就可以知道这档股票 是不是老师目前为止秀的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是低价股 低价股 那这档股票在底部区 出现什么样的迅况 它叫做低档的一个日出现 那今天一样 既昨天涨停板之后 今天一样持续创高 那底部起涨的股票 你要明白到 如果说日K连山红的话 称为底部红山兵 如果拉回打第二只脚 趋势没有改变的话 在上所谓的均线三法里面的一个买点的话 这档股票 它有机会从底部区 看到一个所谓的反转的一个讯号 那是我们之前买进了这档股票 那大跌的时候老师又带你买进了这档股票 来 它叫生计族群 业绩成长 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一样持股续报 今天一样 早上的话也是大涨的 那这档股票老师 有人跟老师讲 老师你为什么不卖 因为当天买了之后 隔天有所谓的价差 那老师再问你一件事情 今天这档股票有没有大厂 有啦 真的有嘛 目前为止涨9块 涨9块 也超过了我们当时候的价差 所以老师 要跟你讲一个观念 有时候你看到一档股票 你去买的时候 也许啦 你有看到价差10块钱 这个价差看起来很迷人 那你常常会发现说 你可能做一次价差之后 后面涨上去了 你要再去追的时候 你必须把成本 开始做出个垫高 所以说我们看到一档 趋势的好股票 我们不是说只有做价差 我们可能会做到一个波段操作 我相信只有波段操作 才能帮投资朋友赚到大钱 那这档股票操作结束以后 老师一样会在节目里面跟各位拿出来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维基路市的这档股票 有没有错啦 已经超过了这个价钱非常多啦 所以说有时候你们的判断力不见得正确啊 那老师啊 你说3D盘开出来的 那今天如果有机会的话要不要买 要 今天6月11号早盘来倒波拉近 低价股的 我们买在34块钱左右啦 那这档股票最多涨到35块 可能也会拉到涨停板啦 但是不是说你今天买了之后啊 老师 我这支股票就贪钱啊 我要不要卖一下 投资人啊常常犯着这种错误啦 尤其啊在操作的方面啊 应该做短线的 老师一定会带你做啦 可是有些股票它只是一个起涨点 甚至说 创新高以后有拉回 这个时候的话都是关键性的一个买点 那这档股票你要注意哦 严老师认为它还会大涨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业绩的一个成长性啊 包含今年下半年啊 这个成长性非常大 你如果说从今年的第一季啊 这个地方是看不出来的 这个地方是看不出来的 严老师看的是今年的下半年 因为这档股票 目前为止啊 它是关键性的一个零组件 那中国大陆的商机啊 非常非常大 那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大盘啊 会进行一个所谓的震荡整理 那可能你们手中有些股票啊 可能要先行啊 做出一个调节啦 那但是不是说什么股票都要慢 除非是说趋势往下的股票 你可能啊 要先行做出一个态换的动作吧 那今天开放给 所有的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对于你们手中的股票 你们认为 不知道会涨还是会跌的 甚至基本面 技术面的一个询问 严老师都愿意 用专业的态度来面对你们 所以说今天 麻烦各位 股票有问题 可以利用我们盘中的专线 直接拨电话进来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额牌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倒快 使命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额牌气密窗 2987 1111 并大头顾 颜老师 会员三级跳 特会直升VIP VIP直升清代 老师大客大 亲自接听服务 只要二分之一 苏加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头顾 颜分医师 擅长七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问言与公投 积极代表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深入大栈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内境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派市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度上的 良师义友 并且鼓制股专线 人儿 2781 0909 2781 0909 第1个 我请预言假啊 啊 要有啊 不是啦 那时候也可以申请预言假 和你预言真地 我现在跟我老家一样 打拳心 又可以生气生活费不住喔 假配啦 都退休啦 老保留给你 真的每个月都在领域 我出载耶 你几本工资也逃生耶 下次我去別人家做啊 明年我就加薪了 固勤 麻煩啊 安心生活 有人已停 欢迎回来节目相继续收看 亚老师为您主持的 吻超顺剑节目 目前为止这个磐石 它只会在所谓的区间震荡整理 那你要注意到一个讯号 也就是说亚老师之前 有交给你的 如果说这个大盘 在日后的盘式里面 开出来的盘叫两点高盘 甚至开出来的三点高盘 占上了我们的多空趋势线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强力 攻击的一个讯号 但是你不是说等到 那个攻击讯号出来之后 你才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我相信这个中间的价差 可能会超过100点以上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说你看得懂行情的话 你应该跟阎老师一样 看到了这个讯号 它叫做3D盘 这边 3D盘开出来之后 这个买进的讯号非常明显 但是很多的人 他不会认同 这个所谓的3D盘 因为他们不懂 真的学过开盘八法的话 我相信这个奥妙 就在这个地方 看到了3D盘 你认为它非常黑暗 但是也就是最后的买点 这个可以验证 阎老师现在可以跟你讲的一句话 也就是赚钱的人 他总是少数 绝对不是多数 如果说每个人都看得懂的话 你说谁会赔钱 应该没有人会赔钱 就是因为有人看不懂 但是老师有责任有义务 必须要跟你讲 在节目里面 必须要跟你解说 你看到我们开盘八法里面3D盘 你要注意 会不会是最后买点 就跟之前 10月16号的3D盘开出来 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开始停损 停损结束以后 这个大盘开始怎么样 转折往上走 这个大涨的行情 涨到一万多点 那这个3D盘开出来 在这个地方居 会不会走之前的模式 有人会相信 那有人不会相信 那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那这档股票 就昨天涨停板 今天一样创新高 具有底部反转的一个讯号 我们做到一个持股虚报 维基路市买的股票 虽然创新高 我们一样拉回 一样早买点 当天买的 隔天的价差13块 老师还是跟你讲 你不要乱卖 因为趋势 趋势还没有走完 包含这档股票 如果你当时候卖掉了 我问你啦 今天又涨上去了 你是不是要做出个追价的动作 那对老师有信心 老师今天有带你买的 这支股票 业绩成长的股票 我们日后的话 一定会来验证一下 那今天有个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 业绩财报公布 这档股票 代号6415的FCD 你看五月份的营收 它是成长40% 那一到五月份的合并营收 成长50% 这个叫做五月份的营收 包含一至五月份的年成长率 这两个成长性都是非常的佳 所以说你今天看到这档股票 6415 今天的股价非常有支撑 一样 那这档股票老师讲很久了 真的讲很久了 从底部开始跟你讲 拉回找买点 这个时间点的话 回到三月底 三月二六五号 我相信今年只要你做到一档 这种股票 你敢中压的 到目前为止 应该短线上面 老师说短线 短线上面你应该都是赚钱的 那老师选股的逻辑 你是老师会员一定很清楚 原老师一定去找 那个基本面好的股票 技术面在低档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做这个布局 这两个要件 是我们操作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你要记得 那基本面 很好业绩是成长的 那股价在低档区 筹码又干净 所以说 它能够造成这档股票 来持续的大涨 希望这档股票 能够帮助各位反败为生 老师真的非常希望 那也认为你也做得到 但是 在底部区就是考验你的 你的判断功力 如果说你的判断功力 没有问题 你敢买的 我相信这四个字 你一定做得到 那除了七根掌停板 还有八根掌停板 那后面你所看到的 老师跟你验证 这个是我们会员的权益 那我们的会员 看着节目 我们一起来核对一下 赚大条的 老师称它为古王之王 因为可以做到一个反败为胜 之前的操作 并不代表胃癌的绩效 给我们会员参考 包含5月6号的 包含5月14号的 最重要的时间 你要来到6月3号 为什么 6月3号的隔天 大跌了207点 我们在大盘崩盘之前 我们将这档股票 顺势地先行做出个出场 那后面的一个操作 老师就说了 简讯的内容 我们就不方便 跟各位来公开了 另外再跟各位讲 多讲一档股票 3665的来 这档股票叫F帽连 那这个波段的高点 落在昨天 158.5 今天还是非常的强 那目前为止 最高价来到157.5 我相信我之前 跟各位讲的时候 跟各位讲得非常清楚 这档股票你要操作 你要看到基本面 如果说基本面好 你要注意到 这个基棋 是不是在低档区 有时候基本面好 股价在高档区 严老师不会带你 去做出个追价的动作 老师操作的逻辑 基本面好以外 技术面一定要在低档区 而且你要看到 所谓的技术形态跟你讲 双底成型 这个地方有所谓的均线三法 的的确确的利用我们均线三法 来做出个操作 老师认为你要大赚的机会非常大 这个地方的操作分为一阶 两阶三阶 那一阶的人买了之后 可能抱不住 可能短短的时间就出场了嘛 那二阶的投资朋友们 应该是属于一个稳健操作的 那他非常有耐心 从这个地方 可能会抱到反败为胜 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你真的是高竿的 投资朋友们的话 你可能想要一波 就用一波的直接吃到底 当然操作的习性 包含股票性质都不一样 所以造成的投资人 可能是赚小条的 可能是赚大条的 可能是赚到爆的 这个都不一样了 那之前的操作 这个叫关键性的底部布局 这个叫关键性的底部布局 这一根涨停板你没有赚到 后面真的有三根涨停板 我说真的啦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说你只看到这根涨停板 你赚了你就跑 那不好意思啦 真的啦 后面这三根涨停板跟你 可能是无缘的 那我们这张股票持续的都在操作 那来到5月20号创新高 老师有提醒你 股票操作分两种 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做到倍数翻 但是你必须要有耐心 你必须要跟上专业的老师 你不是说我喜欢倍数翻 结果每一次中间有个波段行情 你可能就卖掉了 这个差别性非常大 这个差别性非常大 因为后面的股价 还是持续创新高 来到今天的股价 目前为止158啦 昨天最高价158.5啦 现在多少了158 有没有持续机会上涨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看 这张股票老师请你怎么样 拭目以待 什么叫拭目以待 也就是我们持续的来验证 那之前的操作公布给你 不是说你看到股票 你去做这个追价 千万不要 我们对我们的会员 我们只针对我们的会员 4月8号的操作 5月21号的操作 为什么会拿这个出来给你看 老师希望我的会员 能够在节目里面 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 那重要是6月3号 这个6月3号你要记得是第三次的一个操作 下次如果老师拿出来的话一定是第四次 我们上面简讯上面应该都有说明 那我相信这么多的股票当时候都是在底部起涨的 而不是带着我们会员去做出个追价的动作 那你要记得 那将手中的资金 好好的来做出个分配 持股三档以内 看准了以后再出手 操作要有耐心 自然你的财富有机会倍速成长 我们昨天看到这档股票 来 同志 这个叫做长多格局 一样买到这档股票 一样可以赚到大钱 但是你也有没有买 问题是你在底部有没有买 这个是重点 如果说你在底部老师叫你买 你一直都没有买 我相信跟你也没有缘 老师一直告诉你 这档股票有机会大涨 赶快布局 后面还会大涨 每天跟你讲 也公布了我们的操作给你看 也公布了我们的操作给你看 你对老师有信心 你应该会进场 那6月1号你要记得 新的涨停板是10% 所以画的跟上面有点不大一样 那看到6月10号 两根涨停板 总共6根 那你要记得严老师跟你讲的 有些股票拖断的行情没有走完 它依然会大涨 它不是说你看到创新高以后 它后面就不会涨了 有些股票判断 绝对不是这样 那今天的强势股 4966的普瑞也是一样 如果说在今年下半年 这个苹果拉货槽产生的话 老师认为 这张股票一样 具有所谓的转机的一个题材 好好检视一下你们手中的股票 有任何需要帮助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那严老师愿意帮助 每一位的投资朋友们 在理财的道路上面走得更加顺遂 但是严老师把手伸出来了 我也希望投资朋友们 你能够伸出你的双手 我们愿意帮助每一个投资朋友们 来股票市场里面 做到一个大赚小赔 做到一个出奇自胜的 那我们今天只做一个动作 股票有问题 来今天欢迎各位 来直接播电话进来 好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进来 订阅 转发 订阅 волx easy 生活更 happy 运达投顾 炎老师 会员三级跳 特会职生 vip vip职生清代 老师大哥大 亲自接听服务 只要二分之一 速加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 炎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问给予风投 积极贷行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台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态势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能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变化的股质股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